女兒像爸爸不開心 阿翔拖浩子下水 真的嗎 像爸爸 很多人比如說你好像爸爸 跟你爸爸跟你的一模一樣 對 其實他是很難過的 再一次重生 浩芙你是可愛的喔 可愛 像阿翔算是OK的喔 看完市井豪門後請鎖定 姐妹亮起來 兒子學老公玩遊戲 竟然差點毀容 西方人的那種習慣就是跟小孩 就小時候從小就玩得很瘋 哥哥去上小學的時候 跟同學在司令台上面 就是學他在家裡跳下來 然後整個臉就棒在那個地上 我們應該要把床墊搬到司令台下 沒關係 每週三週四晚上10點15分請鎖定 姐妹亮起來 以上節目由萬事易冷氣冠名贊助 在家講話要小心 小孩通通都會學 妹妹過來過來 然後他就突然間 囉嗦 因為阿嬤常常在罵阿公 你很囉嗦耶 有時候口頭茶我可能也會不小心 你是在衝起來 有一次是我兒子問老師問題 對不起 我講錯了 然後我兒子說 你是在 每週三週四晚上10點15分請鎖定 姐妹亮起來 以上節目由萬事易冷氣冠名贊助 女星排毒中招 余子玉意外被抓包 檸檬茶 然後他說這個排毒最好 就開始我臉上有紅紅一小撮一小撮 妳 多開始 那個醫生說 我不是第一個 那我應該也有喝過 但我沒有癢 因為我還沒有到 我還沒有到癢的時候 我就停下來了 妳要在 講謊話嗎 看完市井豪門後 請鎖定姐妹亮起來 以上節目由萬事易冷氣冠名贊助 媽媽喝水想排毒 竟差點鬧出人命 多喝水就可以排毒 喝水很無聊嘛 他又加檸檬 他又加檸檬 他又加去買檸檬精油 然後喝了喝這個 幾個禮拜我發現 我媽怎麼不太對勁 趕偶 我說這個反常 該不會是我要有弟弟了吧 每週三週四晚上10點15分 請鎖定姐妹亮起來 以上節目由萬事易冷氣冠名贊助 秋香老師出神招 梁克群想娶回家 我很節儉吧 我才小一點等一下 妳很節儉耶 沒有啦 我剛初在娶妳的 妳外面那種水果茶好喝 好喝一百倍啦 很棒啦 她真的很節儉 我真的應該娶她啦 每週三週四晚上10點15分 請鎖定姐妹亮起來 以上節目由萬事易冷氣冠名贊助